名牌衣服,其實大家真的看到,模特兒穿得很漂亮 自己穿上身是另一回事 所以真的不能跟著模特兒穿 而且要了解自己 跟著模特兒穿有時會出事 如果跟著模特兒穿,整個品牌的銷售師哥哥姐姐 全部都可以做造型師,搬到一模一樣 因為有一個問題是什麼,我要跟大家研究一下 就是你看看,容祖兒也很高 你看看長度跟別人的模特兒已經差多遠 其實長度不同了,整件衣服的感覺已經不同了 旁邊的模特兒穿的時候,感覺是casual很多 好像變幅一點,容祖兒穿了就變慢一點 其實我覺得容祖兒也算是carry的不錯 但大家真的留意一下,長度真的差很遠 我試過幫女哥找了一件show piece 在模特兒穿完的衣服,回來給她穿 很適合的,但她的裙子是剪斷了六吋 是啊,因為真的模特兒的尺寸 是啊,因為很長,因為她們真的很高 這些模特兒起碼五尺十,五尺十,五尺十一 我自己也有一個,你記得我上次演唱會 我自己也借了在英國 在英國也借了兩件designer衣服 有幾條designer的裙子 每一條都是幾十萬的裙子 很仔細,質料很好 很長,我其實也不矮 我穿了高雜鞋,也有五尺尾 差不多五到蚊 都貼六尺 有一條,很漂亮,金色 我給你看看,全新珠片 但都是太長,最漂亮 長到沒有可能 但長到我根本穿六吋高雜鞋 燙斗 這樣也穿太長 我想模特兒穿高雜鞋全是六尺多 最慘的是我們在台上 又要走路 要動,要跳舞 可能會有些動作 你會摔倒 你看看,摩姐是拖地 人家是看到鞋的 是腳眼位的 所以你想想 你衣服的長短不同了 其實整個感覺是完全不同了 因為你短一點就肯定是casual 感覺會casual一點,型一點 一長了就很女人 我不是說摩姐穿得不好看 但大家很明顯看到風格是不同了 其實你想想 如果像這個模特兒一樣 看到一雙鞋 其實看到一雙鞋 他襯的手袋 這套衣服是屬於型格 你只看一個胸口 都不同位置 一個上一點 一個低一點 很明顯 你個人高一點 一個有料 一個沒有料 是真的 你說摩姐有料 還是摩姐有料 當然摩姐有料 不會沒有料 摩姐其實穿得不錯 這件衣服也很難穿 因為中間的位置都容易拍得肥 對 其實有點像我們小時候穿那些吊帶裙 就是teenage那些 中間是彈性那些 我們又看看下一個 阿姐 阿姐就是原裝 連底裙的裙子都一模一樣 是為一個鞋的襯髮不同了 你真的看裙子的長度差多遠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 因為人家差不多在小腿中間 那邊又去了下面 其實已經差很遠了 所以他們穿出來的風格不同 而且因為人家的襯髮 那雙鞋令到整件事很年輕 對 令到整件事很型 對 還有可愛的girly的感覺 而阿姐的鞋不是穿得不好 但就沒有了girly的感覺 變得雍容女性的 女性的 Feminine 因為我覺得近年汪亞姐 都穿很多很貴的衣服 其實她一向都是 她真的很捨得 我覺得汪亞姐都穿得不錯 不過我覺得鞋可以再配得好一點 你看看人家在膝頭下面 那邊又快落到腳眼了 真的慘 所以你看看名牌衣服的長度 未必真的適合我們亞洲人 所以有時候買回來自己 要想想怎樣配搭 令她有那種神髓 不是 很老實 因為藝人 他們穿這些可能是真的 有時候借或是贊助 他不能改 但如果你買 改的話就不要穿 是不是只有一件衣服 逼你穿 一定不能選擇 你自己是否遇到才可以選擇 可能做形師 個人覺得也不錯 你看看她其實穿得不錯 但你想想一比就高下立件 只是不是那個味道 對 完全不是那樣東西 一個便宜一個貴的感覺 剛剛Amanda病了一個星期 我們去了看舞台劇 其實我都忙了做一個廣告 我做一個大型政府宣傳的廣告片 裡面都牽涉到很多 有演藝界 有運動界 有很多不同界別的人參與 因為整件事都關香港人事的一個廣告 遲些大家就會知道 都是忙這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做廣告很開心 因為時間很短 又沒有拍電影那麼辛苦 很快就可以看到成效自己做的事好不好 各位娛樂圈裡面 電影是最辛苦的 電視劇電影拍戲是最辛苦的 其實電視劇電影也很辛苦的 因為大家十幾個小時要在這裡 你不是做服侍 我不是做服侍 扔下衣服便走了 有時候買了鏡頭 不漂亮的 要收拾一下 因為大家不會幫你兼顧這件事 因為是你的責任 會有收拾生的情況 因為有意外 可能她的衣服不行 很髒了 或者弄爛了 或者放得不好 不練氣 那你就可能隨時要去找人買 或者再弄 都蠻浪費心機 不過我做廣告和現在 想起我自己初入行的時候 我初入行的時候 因為事度好 那些廣告其實是很大很大資源去做的 很多錢給你買衣服 我試過有個廣告 其實那個是旁邊的配角 不是主角 導演看起來 結果都要我買一件很貴很貴的衣服 配角都可以穿一件八千元的衣服 九十年代那些時候 那些是電影那時候 全部在名店 那個女生的名字 Loisy 都是在那裡買的 整個幾萬 是很閒的事 發哥那期 那時候我做過大航空公司 大銀行的廣告 真的有很多資源給你去做 但今時今日就沒有那麼多資源 我試過有些廣告公司 你去那兩間 EZ 字頭 H 字頭 Fast fashion 店 買東西 買完我們就拿去refund 然後我說 我不做這些東西 那不行 我這樣穿完 我又拿回去 那人家做生意的人 就很慘 那人家做不到生意 而且我說 你也侮辱了我的工作 我作為一個造型師 如果我只是去這些地方買衣服 也不特別 說真的 每人都會配 如果你想那件事做得好 仔細一點 就不應該這麼隨便 對 我覺得 你要有我自己 一個造型師的功能 在這裡 我不可以這麼隨便去做 例如我當你做一部電影 做一個廣告 你也有一個獨特性 對 而且我很討人 你用完別人的東西 拿去refund 退錢 很無品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差的 不對 各大品牌的零售業已經不是很好 很多品牌都已經不是很可行 時裝業都很慘 對 尤其是大品牌都不是很可行 所以我絕對不會做這件事 我說你要做你去做 如果有時候我回來 我自己剪歸了牌子 你不能refund 那也是辦法 鬼馬你 其實已經預算不多 總要這樣我覺得就不太好 我完全不贊同 將心比心 對 人家拿了東西 你賣完東西拿了你refund 又髒 你又穿過 對 其實挺不衛生 我覺得不是太好 所以絕對不贊同 對 對 不可以這麼多 我又有一件事要介紹給大家 什麼 原來我試了很久 就是一個面膜 大家都知道我家裡有很多面膜 贊助者也有自己買 我什麼都試 當然有些效果一般 有些效果我會繼續買來使用 今次為何我可以和大家重點介紹 因為這個面膜 一個是去角質 一個是保濕 我自己平時都用了年幾兩年 我覺得很好用的 這個面膜 我還沒重點推介給大家 因為我後來介紹給兩個朋友 一個是國內的朋友 一個是女藝人的朋友 國內的朋友 上次我告訴大家 他拿止汗仔 塗了面敏感的那個 另一個是女藝人的朋友 很容易敏感 他敷錯面膜 就會整個臉都腫了 我介紹了他們 兩個用這個面膜 這兩個的眼尖聲悶悶 不約而同 就問我 喂 這個面膜很好用 在哪裏買的 因為我送了些給他們試 因為他們保隱皮膚 說你試一下這個 適合你們 又不會敏感 又不會用到不舒服 這兩個的眼尖聲悶悶 都說好用 然後我就覺得 這兩個人都說好用 我就真的可以重點推介給大家 一定就沒事了 我覺得這個面膜 我通常會先用去角質 第二天才用保濕那個 因為你去掉了些死皮才可以完全吸收一些東西 所以就用去角質再去感死皮 第二天就用保濕那個 大家就可以試一下 那角質 你看到它有角質出來嗎 不是 你敷完之後 你會覺得臉很滑 還有補濕之後 你會感覺到自己脹滑滑 有些水潤的感覺 其實我用了很久了 我最近重點介紹給這兩個眼尖鬼用 他們就說都好用 那即是變了很多不同類型 加上這兩個眼尖 我就真的可以介紹給大家 不同類型的皮膚 因為這兩個眼尖聲悶 其實它是499元一盒 有五塊 即是差不多100元一塊 現在都差不多 我覺得都不算便宜 也不算貴 你用開那些幾十元一盒 很多張那些沒有都好說 反而國內那個朋友就說 那麼便宜 因為他用開的是重貴 所以他覺得很划算 很好用 現在的面膜都不便宜 所以我就重點介紹給大家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 有些韓國品牌很便宜 有些日本品牌也很便宜 我覺得最重要適合自己 不是看價錢 我覺得 因為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面膜有膚比沒有膚 總之你用了不敏感 對皮膚沒有影響 很壞影響 你就可以用 我一個星期 起碼做三四次面膜的人 我就塗 我都是用懶人的 告訴你 我每晚都塗 有塗面膜 其實這個牌子是日本牌子 它也有些塗面膜 我都在試試 我又覺得有時候懶人 就塗上去睡覺 睡眠膜 一邊看電視 或者睡眠膜 但因為睡眠膜 我側睡眠 但其實你不要塗完 立刻睡眠 等它乾乾才睡眠 要先休息 其實在家裡 我一邊坐電視 一邊塗手霜 我就是 臨睡前 會看一陣電視 等自己進入睡眠的狀態 那你那一刻就可以開始塗 我全天已經在塗 聽說電視的沙發 茶餐廳旁邊是有手霜 我也是 每個位置都有手霜 和潤唇膏 是啊 其實我經常想 很害怕 是奇想 不要笑我 年紀大了 如果要去安老院 那就不能做這些事 不是的 你可以有獨立房的安老院 我知道獨立房 沒有人遞給你的 如果你真的很老 你的手不動的時候怎麼辦 是啊 我的嘴很乾 我的手很乾 那怎麼辦 我經常想這個很害怕 你犯不犯 一天塗到黑 誰照顧你 不用擔心 我們會健康長命 所以不用減肅 最重要是手可以動 最重要是手可以動 塗到手霜 塗到印象 還有塗到嘴